观众们啊 这是特别的热情 但是听了这个掌声啊 我从心里这么难过 听那掌声你怎么难过呢 我知道大伙的掌声不是拍给我的 哦那是鼓给谁的呢 给你的 哦给我鼓掌 谁认识我呀 郭德纲 对 相声界的无名小辈 您也别太客气了 没人知道 不能 除了我们家里人没人认识我 是啊 你就不一样了 我怎么样呢 这个演员叫于谦呢 是我 了不起啊 没什么 有味儿 有什么味儿 我们行内管制叫大味儿 不敢 拍过电影 倒是拍过 演过电视剧 对 上过广告 听说最近又接一大伙 什么伙儿 马上要成为三崩子形象代言人了 哎 哎呦 我这活儿接的也不露脸 今天来录像的演员 大部分都是骑自用车来的 是啊 有打车的也打一块二的 对 一块六舍不得 便宜嘛 跟人家比得了吗 我 人家自己买了 买汽车了 买月票了 哎 我得坐那大公公来是吧 哪说理的 什么车都敢上 躲到市里啊 当然了 你有月票没人拦你 有钱 别提钱 有钱 提钱就远了 这些说相上里边 余谦是最有钱的了 哎呀 不敢不敢 我愿意所有人都像你似的 干嘛 有事没事 掏一大卷子钱 嗯 跟着数 哦 数钱 我这毛病 数仨钟头 揣起来 多少钱 二十四 啊 数半天二十多块钱呢 就为了规矩规矩零钱 好嘛 了不起啊 别别别 这是我崇拜的偶像 哎呦 您太可爱了 小伙子往这一站多精神 哦 把脸挡上跟电影明星似的 哎 这怎么那么别扭啊 我这 尤其是特别聪明 哦 我就纳闷 怎么这么聪明呢 说我脑子快 有着照相机一样的记忆 就这么零 就是有时候忘记打开镜头盖 哎 我还是那傻小子 啊 了不起 还了不起呢 了不起 让我钦佩 别讲 话又说回来了 啊 于谦这么了不起 是跟你这腕有关系吗 有关系没有 没关系 哎 最主要来说 是他有一个好的家庭 对 您这话说的太对了 我们家对我的影响太大 是不是啊 哎 还有一个日本的父亲 哎 韩国的二叔 哎 香港的三叔 再加上中国母亲 你说这家庭 他能不出人才吗 好嘛 您就别说了 这家庭啊 您把话都说连了 要想听明白 我需要从头解释 哎 您好好说一说 当初的瑜伽是一贫如洗 我们家穷 日子过得非常的苦 嗯 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尤其住那房子 嗯 那是千疮百孔 怎么 赶上下雨算要了命了 哦 外边小雨 屋里中雨 外边大雨 屋里暴雨 是 有时候这雨实在太大了 全家人都得上院里头背雨去 没听说了 啊 房子太破了 怎么办呢 嗯 这房子这样吃饭也是问题 哦 所以为了谋求发展 于谦的父亲弟兄三人 远走异国他乡是谋求发展 哦 都走了 哎 你父亲落在日本 二叔落在韩国 哦 三叔落在香港 嗯 几十年过去了 经过山海拼搏 以成俱赋 人称 于是三雄 嘿 见如今可得东南亚一扫听 啊 于锦锅 于锦汤 于锅油 那没有不知道的呢 这好 哎呀 这老哥仨这么有钱 改个名字好不好 老哥仨常常想 要回到北京发展 为国效力 全权赤子心 但是他们也有顾虑 有什么顾虑 首先说你父亲于锦锅先生 哎 您就别提这名字了 他这顾虑就不小 怎么呢 这事得从头说 您说 青年时期的锦锅先生 嗯 独自一人流落到了日本 陌生的土地 陌生的民族 天下之大哪里是我存身之所 啊 又想起抛在北京的妻子 不禁热泪滚 仰天长叹 哦 哎 若是两情相悦 嗯 又起在猪猪肉肉 哎 猪猪肉肉 这词不对 应该呢 应该叫朝朝暮暮 你爸爸这文化也差点 学学吧 几经赶转找了一份工作 啊 身份特别的高 下边有五百多人 干什么呀 看坟地 哎 看坟呢 看坟怎么了 不是 就这工作还干不长呢 是啊 那天跟坟地正干活呢 嗯 坟地老板来了 哦 一句话没搭上 举手就打 嗯 这小子太狠了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是 血管里流的都是血豆腐 啊 大巴掌挂动 风筝 嘴巴子跟不要钱似的 呜 呜 就这一嘴巴 当时老板这脸上就流血了 他咋我爸爸 他流什么血啊 你爸爸一搓身 他抽个个脸上了 嘿嘿 就因为这个 啊 那工作也丢了 那还不丢 你爸爸顿足垂胸发誓 嗯 一定要长中国人的志气 干出一番事业来 太应该了 干什么好呢 是啊 干什么呢 想来想去 嗯 干餐饮 哦 餐饮业 中国的厨艺 是天下文明 对 你父亲利用身边 仅有的一点钱 嗯 在街边摆起了饺子 他要卖水饺 哎 你爸爸手艺好啊 是吗 那饺子弄的皮薄馅大 煮饺子带翻勺的 啊 好嘛 就别颠了 这一时间轰动了日本 好 不久 小饭摊干成了大饭馆 大饭馆开成了连锁店 嗯 几十年过去了 现如今在日本 一提的连锁店 没有不知道的 叫什么字号呢 有皮有馅 对 有皮没馅 这不成片汤了吗 你父亲了不起了 嗯 现在是亿万富翁啊 有钱 常常想 回到北京发展 会不会有束缚 会不会有人来刁难 这可不会 嗯 我们北京正在改善 投资环境 是啊 对呀 可据外商企业说 最头疼的就是 审批手续复杂 哦 千字撒月 盖个章半年 哎 现在也不会了 哎 北京已经明确的提出 要以企业家的形象 改善政府办事机构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那可太好了 是不是 这你不能怪你父亲的顾虑 哦 老爷子从苦日子过来了 嗯 不希望乱花一分钱 更不希望进行无谓的劳动 哎 他仔细 你想啊 身为亿万富翁的你父亲 每次到酒楼去吃饭 点菜的时候 都是要一份炒饼 点酒水 也是要碗饺子汤 零钱凑够一块就不破了 就 啊 没有这么夸张 既然北京有这么好的投资环境 这回啊 你二叔 你三叔 都踏踏实实的了 他们怎么回事 你二叔在韩国啊 是以卖泡菜发的家 后来转入了汽车制造业 好嘛 这得卖多少辣白菜 这 这个关键是 他有这个魄力 你三叔在香港 是搞影视传媒 哦 跟我一个行的 哎 投资拍摄影视片 嘿 发行什么的 而且自己还常常的 参加影片的拍摄 我们家人都有着艺术细胞 好演个戏 还演戏 第一部大戏就是 他和周星驰联合演的 大话机油 他演谁啊 牛魔王身边 六百个小妖精之一 啊 这看得见吧 这 你仔细看呢 有一个那样的 那就是他 别别挥挖了 长得好看 第二部大戏就是雷雨 他演谁 他演雷雨 这雷雨怎么演啊 一有下雨戏 他弄个水管子 站那儿刺 哦 巨物啊 少顾一个人 省份挑肥 自己的买卖 最了不起的就是 剧片英雄 哦 虽然说没有出现 影片当中 但是身份显赫 没有他 上至导演 下至工作人员 一个都活不了 投资商 送盒饭的 送盒饭的 你说去干嘛了 这怎么怎么干这 事无巨细 全得操心呢 都管啊 都得管啊 于是三雄 在有生之年 都回到国内 准备为国效力 太好了 北京是他们的根啊 哎 了不起啊 老北京 五朝天子地 有千年的建成史 是 离酒外 其皇城寺 酒门八点一口中 江山的红叶 北海的荷花 取得幽深的小胡托 温馨 亲切的四合院 老北京说不尽 物华天保 人节地灵 新北京 可是敞开大门 欢迎八方来口 优化环境 锐益发展 宽松政策 助企业腾飞 北京无险好 死是郑星辰 国正民进阵 欢迎四海 投资人 太好了 于是三雄 不光自己在北京发展 还把海外的 这些投资伙伴们 都拉到北京来 是共同发展 我们欢迎啊 作诗人来到你们家 把你妈乐坏了 是啊 准备了很多北京 风味小吃 款待大伙 高兴 酒席眼前 你妈还要表演个小节目 哎 我妈唱京戏可好 还靠唱几句女老声 对 张嘴就唱 怎么唱的呢 这嗓子真痛苦 他唱完你二叔站起来了 都要接唱两句 凭句不可 他怎么唱呢 数十三里家园 金贵古里不发斑斑 喜得是和亲海燕 半明火 太有味了 他唱完你三叔不能不唱啊 对啊 瞳就蹦起来了 唱了一句河北胖子 怎么唱呢 荒生是爱 低低是 护清海燕 真不错 大伙都唱 你爸我不能闲着 他也唱 给大伙唱了几段日本歌 怎么唱呢 要瓶又行 满脚子 谢谢大家